名单是陈树英名单 同样有一分钟的 大家好 我是民主党三号的陈树英 二十年前 我刚刚做地区工作的时候 有一帮中一的学生家长来找我 原来他们的小朋友 入到一间中学 建新校舍 停了工 七年几百年都没有起到 令到那些小朋友 要借一间村校去读书 很辛苦 环境很恶劣 咬到全身都是蚊蚊 我接了这个个案 同他们去立法会申诉 结果是迫使教育署 采取行动 要这一间学校 立即恢复兴建 两年之后落成 家长都很开心 二十年来 我和很多个不同的街坊 去立法会申诉 深深地体会到 立法会是会有更大的权力 迫使政府 对市民的诉求作出回应 这次 我也是带着很多市民的诉求 来到参选立法会 请大家支持我们 三号陈树英黄委员团队 时间差不多了 逗选人的主场时间 有请陈树英名单三分半钟 大家好 我是民主党三号的陈树英 其实大家都很容易看到 保皇党真的讲一套是做一套的 好像刚才公联会的麦美娟 就一直说他们怎样支持基层 为老公等等 但是其实他们在临时立法会的时候 就一力推翻了 在回归之前的老公立法 就是这个集体谈判权 他们就否决了 推翻了 令到现在的打工仔 就没有了集体谈判权 好了 他们又用什么 什么三级制 又要优化等等 来做借口 但是回归之后十几年 没见过去做过任何事 关于这个集体谈判权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讲一套做一套的例子 第二样 满共讲话支持基层 在整个立法会选举期间 有很多基层团体 有举办这个论坛的 有妇女团体举办论坛 基层的荃湾团体举办论坛 有长者论坛 天水围也有两个社区论坛 工联会整队五个人 没有一个出现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样支持基层 基层邀请他们去听声音 邀请他们去听他的意见 希望翌日 如果哪一个工联会的代表 入了立法会 是可以帮他们出声 真的做到支持基层 但是工联会是没有人到 我不知道工联会怎样支持基层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大家听回 无论是工联会或者是民建联都好 在他们的政光里面 从没有说过 或者没有强调过 如何去捍卫 我们香港市民的言论自由 和新闻自由 甚至在过去的立法会 有好几次 是去讨论到这些问题 工联会就弃权 民建联就反对 结果我们看到这几年之间 香港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真的受到很大的威胁 不单止 李旺洋事件 连些英文的传媒 都要抽起那些稿 不单止说 政府新闻处 做了中央台 帮高官做了访问 然后出闲稿 出中央电台的片段 还要连教育局长 警务处长 去北京是去请示 陈思英可不可以回答 也不允许新闻有报道 陈思英可不可以让梁志祥回应 想举手回应 好了 我希望 麦米娟也想举手回应 梁志祥也想举手回应 梁志祥也… 好,你这么勇敢 你又说一下 为什么你们民建联在立法会 两道否决 两道反对 陈思英 你提了我们工联会 给香港人员 梁志祥说他想先说 那不就有给他说 我当然要说 因为陈思英的资料完全错误 我们在竞选担章中 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捍卫言论自由 还有就是… 你就是说一套一套 其实陈思英 这个正正就是… 你没有看我们的政光 陈思英 其实那套做一套是你们民主党的 你说撑基层 为什么最初提出最低工资的时候 民主党是不赞成的 为什么出售领会 是民主党去支持出售领会 我们工联会当天是不赞成的 好了 时间就了 好 接着到陈思英名单 一分钟 各位市民 大家好 我是民主党的王伟言 回归了十五年了 由董建华到梁振英 香港政府的诚信一日一日破产 政府的施政也越来越背离民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立法会一直被保皇党垄断 要打破这个局面 我是愿意站出来 参加立法会的选举 我也希望全港的市民 都和我们一样站出来 在九月九日投票 去重建一个有公信力 还有有监察力的立法会 今次我排在陈思英名单的第二位 要赢是很有难度 但我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是信有奇迹的 只要有更多的市民 是愿意在九月九日走出来 投票支持我们三号 陈思英 王伟言的名单 奇迹是会出现的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 去创造这个奇迹 多谢大家